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請蘇伊方委員主席 主席請法社長 市委員好 本席想請問一下 在這次的地價稅調帳的部分 因為引起了很多的民怨 本席要請教你 有關於地價基準的部分 當時在調帳的時候 內政中央跟地方是不是有開過會 每年在評議地價之前 中央跟地方都會開會 所以說有 那這個針對地價稅的計算 是怎麼樣的計算 你對這個內容有了解嗎 內政部當然主要是針對稅基 就是公告地價 公告限制這個部分 那當然都有在 平均地元條例 還有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都有明定它法定上的一些做法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對這個基本的稅基的部分 它的那個公式的內容 是不是有去做了解 基本上我有一些了解 怎麼樣的了解 我不曉得 公式的內容的了解 就是說這個稅基是什麼建構出來的 你了解嗎 當然它是用臨近的土地的一個價格 然後還有用地價限值的表 還有前期的公告地價 當然它還要考慮到民眾的負擔 社會經濟的狀況等等 來通盤來討論 好 我想你對於那個 你也是不動腸的專家 那你對這方面的部分既然是了解的話 就是未來 未來在這個基準地價的這個部分的挑戰 你應該要更積極的才對 因為這一個部分在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當然就是說今天因為涉及到財政部的部分的稅立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再問你 那另外就是說 在那一個最近總統 最近總統在11月14號 在決策會議裡面有提到 針對老舊住宅的更新的部分的這個議題 他有提到幾點就是說 誘因的不足 還有一個就是資金 還有一個整合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法令的部分 那針對這個總統提到的這一些部分 我不曉得內政部在執行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困難的地方 我想終究都市更新的有效推動 他涉及的層面真的相當多元 那我們也跟我們也 內政部跟營建署 當然我們這段時間非常積極的在檢討規劃 不只是從法律面 也從實務面所面對到的一些課題 我們也都在有都在整理 那當然 實質上倒不是說困難不困難 而是說它的複雜度 還有社會對於很不同的議題 它所關懷的或關注的角度會不同 那當然怎麼樣去均衡大家的意見 找出一個合理有效的推動方案 確實是我們努力正在突破的地方 未來這個專責機構是怎麼樣設立 是現在再籌劃了沒有 目前我們在準備成立行政法人的方式 那會用行政法人的專法來提案 那再到大院來讓委員審議 那另外就是說在葉迪提出的那個規劃的部分呢 現在目前執行到什麼程度啊 我們大概我們已經跟總統其實也報告過第一次嘛 那我們在部裡面其實已經大概有四五次的內部的討論 下個禮拜會跟院長做報告 那本席要問你一個兩個名字 更新跟重建有什麼不一樣 重建是更新裡面的一種方式 目前的法令有困難嗎 目前的法令當然還是有它不足之處 我想總統的縣市在老屋更新的部分 在本席看來如果 如果你內政部不好好的去修正現有的法令的話 這個政策是自愛難行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瞭解本席講的意思 我瞭解 目前的法令裡面 所以本席在問你是到底是更新還是重建 其實這裡面兩個大部分 一個是站在都市計畫的系統底下 我們在用都市再生的架構 來推動比較大範圍的整個都市環境的更新 另外又針對老舊建築物 它背後還是涉及到是以重建 為主要訴求的一個需要 那這兩個面向我們都會去處理 當規模沒有到達都市更新的時候 現在目前的法令 自愛難行的部分是如何 收平一下 當然如果委員問的是規模的話 當然現在都市更新條例在縣市執行上面 原則上是1000平方公尺以上 會比較走都市更新的這個程序 那500平方公尺到1000平方公尺 基本上會走 限制知識條例裡面的 老舊建築物改建這個方案 那500平方公尺以下 目前並沒有任何的獎勵 並沒有任何獎勵 但是舊老屋的重建的部分 它是自愛難行 那目前在內政部裡面 本席並沒有看到積極的作為 所以 總統的這一張票會不會跳票 是內政部必須要謹慎的去處理的 目前現有的法令 我想社會上很多的大眾 他是不了解的 但是有一些人受了重建之苦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法令的部分 當然這裡面有包含 都更審議時間過長 或整合的過程 大家彼此信任度的不足 或丁子戶的處理的效率 甚至說既有容積 法令容積沒有辦法滿足 他未來蓋回去 能夠換回一瓶換一瓶的這些 等等等等的 我們都有針對問題的導向 在思考因應的策略 我想本席要提醒你 為什麼說在日本這個國家 他在都市更新 或者是集合住宅的重建的部分 他能夠很順利的推行 是因為日本這個國家 他本身有都市更新的這種條例 另外還有就是集合住宅的重建的這個條例 但是在國內裡面 500平方公尺 就陳倫理講的 500平方公尺以下以後 這些人怎麼辦 現在目前他面臨的重建的問題 但是重建是沒有獎勵的 是 是不是這樣子 對 以現在的法令是沒有 那你現在的法令其實在老舊的公益裡面 他可能一個五樓的住宅裡面有兩個兩拼的部分 那這兩拼的部分 必須要大家同意 如果有因應不同意 又沒有獎勵措施 這是沒有辦法推展的 沒錯 所以本席在提醒你 這會跳票 所以未來 未來不是只有靠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第13條沒有辦法解決人民更新的問題 這個我們了解 我不曉得這樣的說法 你了解本席的意思嗎 因為在11月14號 我執行部長的時候 部長是聽不懂本席在講的話 我聽得懂 你聽得懂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這個促進的重建的這個部分 未來會不會納入獎勵的部分 這個法令現在是沒有的 我們正在評估 我們正在評估 多久會出來 我們應該下個禮拜跟院長報告就會提出相關的 我想你應該要跟院長跟總統切實的報告 現在目前雖然口號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在執行的法令 人民面臨的痛苦 這個部分 如果你們在沒有辦法上去報告的時候 本席就要去報告了 是了解 所以希望你趕快把法令定出來 這樣可以嗎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繼續請孔文局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請那個花市長 我們談那個地價稅 這一次這個地價稅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怎麼會突然飆漲 報告委員其實當然 一方面是因為過去幾年房地價上漲的幅度 其實都還不低 那累積了三年之後 那縣市政府依照過去三年公告土地限職的調整的幅度 嗯 作為平定金 去年年底 好的那個公告地價調整幅度的一個方向 就是公告地價 呃 飆漲 飆漲 公告地價飆漲 所以地價稅也飆漲 他的這個公告地價 對當然這一次公告地價稅的上升 當然主要是因為稅積公告地價調整所導致 沒有錯 那我現在是說 這個因為你們現在 呃 調查是賬戶最大的是在宜蘭縣嘛 平均來講是 平均是在宜蘭縣嘛 是 那我們現在在 呃 這個地價飆漲應該是說 是在都會區啦 是 像在原鄉 原住民地區 他的飆漲的幅度是多大 有沒有 有沒有像 呃 這邊看的是有30 平均是30%以上 那最多是在宜蘭縣是118% 其實每個縣市的調幅不盡相同啦 那像 沒有現在是把那個不是每個縣市啦 就是原住民地區跟都會區 呃 比較 比較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漲 這個部分可能要回到縣市政府才會有這個詳細的資料 我們現在手邊沒有 要回到縣市政府 是 那現在現在就是 本心就是要問你啦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原住民的保留地的公告地價本來就很低吧 是 那它的地價稅會不會跟這個一樣 一樣的這樣飆漲呢 我們要再進一步去了解那個原住民保留地它公告地價調整的狀況 我們今天早上已經開始跟相關的縣市已經在聯繫了 對 那這份資料給我好不好 好 那個你們現在針對我們原鄉的農木用地跟林業用地 是 那這個是不用繳稅嗎 是不用 所以這個農木用地跟林業用地不用繳稅 對 那現在我們原住民的公告地價 在一般來講普遍都認為價錢太低了 是 因為這個保留地是不能買賣嘛 是 只能是在原住民的部分 對 不能買賣 是 那然後呢它也大部分都是林地或是山地農木地 對 那所以這個 那個現在只有幾千塊錢 那您覺得有什麼樣的方式讓我們原住民保留地它的地價能夠調高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没有 就我们内政部的主政 就是针对它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来评定它的公告地价或公告限制 我们倒没有去针对说 如何让它的价格上升或下降 倒没有这个方面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原住民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土地征收 或者是配合都市计划 或者是什么核酸局要做什么 可是你一征收土地也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 这个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那我想这个你们去研究看一看好不好 当然这个我刚才讲了 它的客观的环境的限制 第一个是你不能买卖 可以买卖但是只能给原住民 然后它又不是建地 它是在林地或者是农牧用地 所以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到现在为止是不值钱 没多少钱 那这个一平才几千块 那这个部分 也可以说当成是一个去研究的 好不好 然后把那个什么 我们原住民保留地 它的标涨的幅度 有没有标涨啦 保留地的部分 那个要抽出来 你好比说你新北市 新北市你看是平均比例是多少 那你就乌来期多少啊 嗯了解 南投县的标涨的幅度多少 那仁爱乡跟信义乡有没有标涨 好 那它的公告地价 这几年有没有变动 是是 公告这几年有没有 有没有跟都会区的比例 一样的变动 那个比例一样的 这个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这个 尽快整理再提供给委员 好 呃各位再请一下 那个银建署的署长 跟那个国有财产署的副署长 那个银建署 你们现在跟原住民主委员会 在我们部落 那个次长你先回好了 那个在部落里面 要申请和这个房子的建造 那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进展没有 银建署 申请建造当然就是说 过去的未回 就是说没有合法 那现在怎么样辅导 或是说未来怎么样让它合法化 当然这个目前还在这个 西商中 那个表示你们现在没什么进度嘛 现在原住民主委员会 他们现在是有一个传统特色的一个建筑 但是那个只有针对把那个地区换为是一个品种的 什么什么特色的 这个我们现在原住民部落 八成以上都是没有没有没有建造啊 是那跟空委员回复一下 也有些是因为土地的问题 那现在土地就是有一个当然所有钱没有拿到 怎么样在在让那个所有钱拿到 第二个就是土地使用分区可能不合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跟这个部分 让我们师跟署 我们地政师跟研建署是有逐步在 把这个土地使用分区 让他可以得这个申请建造这样的一个规定 逐步把它解决了 就是说这个问题 已经是 研民会跟你们已经有协调 差不多有几年的时间了 那这个你们应该要去要有个突破进展啊 那你现在不能说回归到原住民族委员会 依他的传统特色建筑给他一个建造 是你们营建署之前在边南乡有一个什么农村用地的 那整个区都是他们有试办成功嘛 这个在边南乡那个地方 对 这个部分包括这个就是 这个用地的这个变更变定啊 或是整个分区的变更啊 等等这个都 你给我加两分钟 还是在持续半体中啦 啊 十加二不是吧 哦 哦 六加二 好了再一分钟就好 好不好那个营建署这个 这个部分把这个 我们会持续再来 你那个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部落都没有合法建造 这个你不能说推给研民会用什么传统特色建筑 这个这个讲不过去啦 你营建署这边要想一套办法 是这个都有持续在办法 而且是你们要更积极 好不好 这土地使用分区 好那个那个财产国产署哈 是国产署 花莲酌西乡 你们租了把那个什么国产署的土地给人家去种种菜 那离部落很近啊 然后那个什么文营之声啦 那现在原住民都都来抗议 造成环境污染 我特别是有跟你们国产署的花莲分属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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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目前处理情形怎么样 你们你们是在原住民抗议之下 还是把这个土地出租给人家去种菜 做西瓜 那然后造成这个苍蝇蚊虫之声 那我们原住民部落都来抗议 那这个部分啊 你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对 好 那我请了解请你再跟孔委员报告 或者含护孔委员 好 到时候再给我一个书面报告 是好 谢谢 好 好 等一下 好 好 现在我们继续请 高路移用为人咨询 谢谢主席哦 有请财政次长苏次长 有来吗 我才财政次长下午起假 哦 换新的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那负税署是不是 好那请负税署的 那个报告委 对 对 对 那现在是哪一位 我是负税署的署长 署长是不是 好那直接 好那就问署长好了 那署长今天是讨论这个地价税标涨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价税有三种 对不对 千分之二千分之六千分之十 是不是这样子 千分之二千分之十 还有就是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 如果依照这个土地税法里面的 从第几条 从第十六条到第二十条 这里面的规定嘛 对不对 好那你知道 我也知道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人民不知道 呃我知道委员的意思 那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在那个就是 呃地价税申办的时间 尤其是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或者是说一般土地适用那个千分之十税率的这些土地 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地方 税源监制机关要积极的来宣导 我这边哦 这边有个照片哦就是花莲宪议员 在花莲的宪议会下跪的照片 表示说你在地方这边说要宣导 没有宣导成啊连议员都不知道 他说什么 一定要苦民所苦啊 现在地价飙涨啦 对不对 那你都没有做到这个宣导 人家怎么知道你申请自用住宅 跟现在的一般住宅来回就是差五倍 对不对 其实我们那个自用住宅的辅导 像纳税义务人他只要新购土地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地政机关还有护政机关 我现在讲的就是你们宣导就不足啦 尤其是你拿到这个税单 这里面也只有一般土地自用住宅工业用地嘛 然后再来是公共设施保留地 那里面完全没有宣导什么东西啊 那老百姓拿到了 他一看就吓到了 天哪这跟以前讲的差那么多 那如果我们要依照租税争议 依照程序争议 一般的人民本来就应该要针对这个 税捐的课征的相关资料 要有公开的 然后让他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麻烦你们好好检讨一下好不好 谢谢委员谢谢 好再来一下 再来一个就是请内政部次长 花次长 不好意思我刚刚少讲了一个就是说 有关宣传的管道 宣导的管道要讲何时 何地 什么时候可以程序是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好吗 报告委员我补充说明一下好了 那个我们 其实那个我们在财政委会有委员提出这个要我们加上宣导 一定要 一定要 议员都下跪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特别标示提醒民众来注意这个事情 好 原住民保留在法规上是不能卖给非原住民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市场是固定的也因此买卖的价格是没有办法 好 跟着这个坡洞 那你们查估跟地价 趋断地价的计算 是不是没有不一样 对不对 一样的吧 你们已经包在地价 同一个地价的区段里面决定原住民保留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就县市政府我们了解大概只有一个县市有把它做区隔处理 其他都没有 是刚刚查到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我们要针对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地价的评定去做检讨 是 好 那也麻烦提出一份报告 好 再来就是 有关于公告限制跟公告地价有什么不一样 公告限制是科增土地增值税用的 公告地价是科地价税 那你们实地的地价的查估的状况我自己有去问了 你们有关于这个地价查估其实是同一批人做的 一个是三年查估一次一个是一年查估一次 假设你们碰到公告的时间一样其实是用同一个嘛 就是同一次查估的那个的内容嘛对不对 对 对啊 那你们为什么要浪费两次的人力 而且呢也浪费两次的人力的成本 所以说现在民众也感到很错愕的地方就是说 现在我们不管是公告限制公告地价公告市价申报地价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价格 是 没有错嘛 是 那你看国外的状况 像是德国它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种价格 是没错 因为它是从中古世纪就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地价表嘛 是 它只是同样的税基但系数不同嘛 是 那既然是花次长你懂 你也知道就是说在1990年前这个两架是合一的 可能在前面对 你是非常专业的 那现在有没有调整的必要 当然要不要未来两架合一 这是我们理想是要朝这个方向走 但是它必须要做全面的配套的一个修法 不然的话 公告地价如果拉到跟公告限制一样 它会是大家起步走 涨4.5倍的地价税 所以说当然这知识体大 不是啊 问题是你们的这个公告地价 这个地价本身是要抑制这些草地皮的作用 结果呢 你这个原本的官榜的地价是 摊在地上是一摊死水没有变 最后是涨价格自己涨自己的 所以说我们未来还想像是 你们现在所做出来的这个地价 公告出来的地价 完全没有办法抑制我们现在的这个草地皮 然后地价狂涨的这种状况啊 是 当然这次我们希望能够努力去 均衡调控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呢 本席要求就是除了这个价格以外 怎么样去改革税制 就是要让真正有自用的这样一个土地 不会被市场波动 是 所影响 而且能够抑制投机客 去炒作 而且最应该要处理的 是 这个有关于 内政部跟财政部要一起合作 看怎么样让台湾 房地产的这个税制 能够正常化 毕竟之前有开过常常开过会嘛 就是财政部跟 内政部有常常开过会 可是好像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都在骂 说你们这个都是讨论假的 各位报告 你接下来不可能是假的 我们是很认真的在面对现在的问题 好 希望就是说你们未来在讨论这个房地产的 房地产的税制跟土地正义的这个部分 能够就是多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好 那之前刚刚有提到的 有关相关的报告 请尽快提供给本席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委员好 好 法治长好 法治长好 法治长 针对地价税炒得惠惠惠惠 因为地价税这个部分 本席也了解 我们的三年调长一次 但是这个职权都是地方政府 但是地方政府本席了解 这是104年的10月跟11月要办公听会 公听会代表公听会办了不成功 做成现在地方 很多民众大家愉力 很多民众大家就炒得惠惠惠惠 这个代表过期的公听会办了不成功 还有一点 尤其呢 市长你也是主管在我们的全国土地规划 这是你的专场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有很多我们的民众 他们的愉力 代表过期我们的旧政府 缩绕下来的这个问题 这都是在我们新政府5月20号上任 要去改决的 要去改决的代表说 你现在六都很多我们的六都市長 采用分歧 没得延后 这代表过期的政策做得不好嘛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内政部一定要让民众了解 过期所制定的 并不是我们520后来制定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我们对你们要让民众了解 对你们呢 我们要怎么来改决 因为很多人 入不去 向我们暴增啊 我们的经济成长力没有提高啊 我们的薪水没增加啊 但是地价税增加 这造成我们在地方 很多民众看到 就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未来 在光听会的部分 一定要办法 落实给民众来了解 给民众 我要从充分来沟通 这么做成今天地价税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 陈队的就是说地价税的部分 要怎么来改决 要怎么来 我们的分级 要怎么来 来延迟缴纳 这才是替民众改决 因为我才有个数据啊 你看过去 102年了 才8.66% 但是 105年 跳升到 30.54% 这代表呢 代表他的丈夫 超过大 造成我们 民众 大家反弹的声音就越大 是 越大虽然说这是过去楼下来 但是我们要去承受 我们要去改决 这都是未来 我们要去处理的 是不是这样 请我们的处长 你再回答 呃 报告委员 其实当然这样一个调整 确实对于部分的民众 他可能会突然间 有大幅度的地价税的负担 那当然财政部其实也 跟地方政府有相当的一个 配套的制度 其实已经推出来 当然我们想我们也 我们也愿意再跟财政部 再做多多做沟通 如果说真的有 呃负担上面 短期内真的周转不出 那么多的税负的金额 看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协助 我想我们也会愿意跟财政部 再讨论看看 因为这个地价税 你如果说他们很多 尤其是在我们都市里面 很多我们的重划 重划之后他的地价税一定要提高嘛 官告限制也提高嘛 但是这一般的民众 他们都可以接受 我们的财政部 要怎么让我们的民众 让他们说有基础 本来就是我们的转型正义 就是我们的基础的正义 我们一定要去推动 是 再来就包括说 在我们的 我们的都市更新啊 尤其在我们的总统 未来的都市更新 要怎么推动这个都跟 这个速度会更加更快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嘛 尤其在我们的都市里面 他的屋龄 都是为了 都超过三十年了 所以三十年的屋龄 为最多 但是我们的都市更的速度 是怎么会非常慢 这问题出在哪里 副公委员 这里面有很多的民众 第一个当然是 我们的融资奖励 到底有够不够 而且是说 金融机构对这个社区的融资 资金的协助的这个状况 到底是不是很普及 那当然还有一个是 大家在意愿上沟通上面 整合部分彼此的信任度 或者是沟通之间 有没有更专业的 的一些人士或机构 进入协助 当然还有一些是在 审议过程底下 审议的程序是不是 太过冗长复杂 有些不需要审的 审太多 导致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纠结在一起啦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 在做整个都更的方案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从全面 各式各样务实的问题 我们逐一来思考 怎么样来协助民众来解决 在实际推动上面对到的问题 再来针对这些策略方案 怎么样跟法这边来做结合 所以我们整个方向是从问题的解决 当作我们思考点 好 处长 因为现在说我们的都市更新 有很多说 我们要怎么来推动 会速度更快 包括我们过去 在我们新北市 我们的公办这一间 我们的民间办理有25件 但是这成效都是非常差 非常差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对于我们的诱因不够 诱因不够 我们的奖励不够 所以说我们未来 我们要怎么来推动 让这30年的老屋 能够赶快都市更新 要怎么做 会更快 就是对于 就是诱因要出来 奖励要提高 包括我们的农资奖励 这都一定要提高 要怎么提高 让我们的公信力 可以由政府来基盘 未来 我们可以说来推动 白市 一定要接受嘛 因为你过去就是没诱因 你没有诱因 又没有提高 农资奖励 才会作成 我们过去 很多都更 很多抗争都发生嘛 你遇到抗争 我们就都要停留在那些地方 所以说未来 我们一定要说 来提高 我们的奖励 由我们政府制定一套 相信说 你制定出来 我们的民众 他们都认为 诶 所以 大家就是共同 来都更 这样来速度 才有发动金 不过 遇到民众 絕對说 很多 尤其在我们市区啊 今天 如果在办都更的时候 你最后一戶啊 他一定会 要求提高 所有的福利都提高 这就变成什么 变成丁子戶 政府机构 我们把制定一套 固定就是这一套 大家都能接受 我们都照这样来 来来来推动 来实施 应该对我们都更的 适度会比较快 完全同意委员的意见 我们会朝这方向来 加强努力 会 好 好 那请回 好谢谢 谢谢 下一位 我们请 蒋乃鑫委员 蒋乃鑫 蒋乃鑫 蒋乃鑫委员不在 我们请 张立善委员出行 好 主席 我们请花次长 我想我们现在 蔡英文政府说 她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是 有沟没有通 所以你看 无论是打开电视机 或是翻开报纸 大概抗疫声不断 那尤其是现在 地价税三年调涨一次 可见从各县市政府 我们都看到很多民众走上街头 因为 也就是因为地价税的这个涨幅 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了 所以你看到 有人呢 看到那个税单 以前缴的税额 跟现在 整个这个幅度大涨 所以呢 有人怎么样 有人看了 吃不下饭 那也有人呢 心脏麻痹 生命摧尾 所以我想 现在的政府啊 处处要跟民众作对 所以我也看到花次长 在花莲啊 在伊兰啊 这次 调涨弧度高到118%的时候 他们说呢 要重申评估 尤其是 地价评议委员会 要重新评估的时候 我们花次长是不同意的啦 是不同意的啦 你说要针对农舍用地 重新评估有问题的地价 依平均地权 这个情况 来调列的话 你才要充分的授权 你才愿意啦 那好 我今天不讲 宜南县的事情 我现在要讲的 也就是说呢 我看到 桃园啊 有 桃园大西区人和路 二段159項 也就是呢 这个地主呢 提供他私有土地 工作 继承道路 来使用 那一年缴了35年的地价税 一直到他过世以后 由他儿子继承以后 才发现说 为什么老报 缴了35年的地价税 那一直以来 没有人告知啦 那我要问 也就是他当时发现以后呢 向我们的税务机关提出以后 税务机关叫他 一定啊 要请养护单位提供 证明道路 何时开始提供使用的这个证明 那甚至我要问 也就是啊 无论是内政部 财政部 花了大笔的预算 在做所有的资讯的管理 甚至这方面的资讯的这个串联 所有的资讯网路 但是呢 我要问 连现在户政机关喔 我们在甲地都可以 办以地的户籍登记 那为什么地震系统呢 地震机关 却没有办法查出 这是不是继承道路 是不是免征地价税 还要徒增民众的困扰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要非常严格来检讨 是我们会去检讨这个部分 这确实是我过去的疏失 好 那我想次长喔 我们必须要 希望你要好好的允落 也就是说 未来这个部分 你愿意在什么时间内 一定要有一个给民众 方便的一个资讯系统啊 不能喔 还是像这样的事情绿在发生 我想这样是没有效率的 可以在半年内吗 把这样资讯系统完全建立吗 把所有继承道路免征地价税的 而且就是民众一片好意 竟然还要民众这么多的困扰 好 可以吗 我们会跟财政部一起来演绎 来演绎好 那第二点呢 也就是说 目前无厂工提供给公众停车场 或是回车道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本来呢是免征地下税 后来呢 只要你的这个 停车场可准设置年限借满以后呢 就马上要回归到一般用地的这个税率来合客 那现在目前呢 我想也突增很多困扰 因为呢 你们只是为了避免财团 借由停车场来养地 所以呢 也就是啊 这个部分 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这些麒麟地 它其实可以 让地方方便的 包括一个回转道 或是一个小型的停车场 是 有没有其他淡数 或是有没有其他开放的条件 比如说呢 村里里面的协调会 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管机关认定 这绝对不是养地 也不是啊 利用这样的一个 情况来 让财团 土力财团 那有没有一个条件 可以让他们 也能够 有善心 有好意的 也能够 免征地价税 可以吗 我会把委员的意见 记下来 我们会针对这个 土力税的减免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再详细的去检释一遍 好那我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刚刚也有高路委员也讲了 现在目前自用住宅 免征地价税 我们从9月22号到11月30号 到目前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 他是可以啊 可以用自用住宅的这个缴费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800万户 据我所知啦 现在还没有超过一半的人知道 也就是表示宣导不利 所以本席要在这里呢 要请次长 我们财政部 是谁在这里 署长是 署长 署长 也就是说呢 财政部跟我们能力政部 可不可以再延后一个月 因为到现在目前剩下五个工作天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月底 只剩下五个工作天 你相信800萬人都會知道嗎 800萬並不是全部都是屬於自用住宅的土地 沒有大概有這麼多的 其實我們自用住宅的土地大概佔一半 佔一半的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大概已經有將近20萬戶的潛在戶 好我希望 次長可不可以再延一個月 讓大家方便來申報 因為我們限曉日期就是法定的限曉日期就是到10月30號 那我們回去 我們今天回去馬上請他們再加強現場 可以嗎 讓本席知道一下 我今天也做了一個主決議 也就是延長一個月 讓其他不知道的人趕快 趕快去申報 這樣好不好 好 再來呢 好 次長 還有我們請來副稅署署長也一起 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 我們這些自用住宅 我相信如果以憲法來講 本席主張 也就是住宅應免繳地價稅的理由有三 第一呢 我國憲法第十條明定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的自由 第十五條規定 人民的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應於保障 那住宅法第45條也規定 居住為基本人權 任何人皆應享有公平的居住權利 不得有歧視待遇 因此啊 擁有基本的居住空間 是基本人權 那自用住宅呢 是人民遮風避雨 安生立命的地方 所以本席認為 既然是自用住宅 應該啊 不予以課稅 次長你認為呢 報委員 基本上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 對於自用住宅還是都有課稅 所以說自用住宅要完全免稅 這知識體大 我們還是請慎重考慮會比較好 我請次長一定要好好考慮啦 可能一個 有人呢 一輩子就只有一棟房子嘛 那我有居住的權利 這也是基本人權 是不是我們政府啊 一定要好好的去嚴厲 是不是自用住宅 可以免徵地價稅 好不好 自用清稅才是我們 現在政策的原則方向 所以說我們會持續的加強自用清稅 這樣一個政策原則 好 次長跟署長 我想 這個是我們大家 希望對 為我們百姓爭取的啦 那也不要讓百姓徒徵困擾 房屋啊 跟地價稅 這些都是我們 每天 就剛剛吳清明講的嘛 現在薪水沒有漲 經濟蕭條 GDP也沒有成長 甚至失業率很高 那現在呢 地價稅 房屋稅 一再要調漲 那人民是吃不消的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下一位 我們請林立場委員出席 好 主席有請花市長 市長好 那我們也知道這次的都更計畫 就都更的那個修法條例嘛 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還是民進黨的委員也好 或者是親民黨團也好也提出了 那圍堵沒有行政驗版本 那原本在今年初 就第九屆的立法委員 我們在這邊也有看到 呃 驗版的版本 可是在520之後蔡政府上任之後 7月份就退回嘛 就把所有嘛 政府的所有的 呃 法案還是修法都退回 那到現在已經11月底了 那都更條例 這麼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我們的驗版 遲遲都還沒有出來 報告委員 因為其實我們正在做 全面的再檢討再翻修 針對現階段各界所提出來的 各種執行上的困境和問題 或誘因不足 說服過重等等 我們都在做重新的全面檢討 所以我們會希望把全面檢討過後 法的修訂再更加的加強 所以呢 您的誘因就是 我們蔡總統在執行 劫策裡的會議上面 就會指出三個都更 老屋都更的誘因嘛 包括說我們的融積 融積利啦 獎勵啦 還是減稅嘛 那您覺得這些 包括還有請公銀行 去提供所謂貸款嘛 那把60年以上的 老屋法老房再重建嘛 那您覺得這個誘因真的有效嗎 你覺得呢 應該不是只有純粹誘因 足不足夠的問題 因為還有一些是彼此的信任度 或整合的難易度等等的問題 好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說 這個有沒有效啦 其實我們知道 老屋漸漸還是都更是好事 但是如果這個都更對房子的品質是好的 那如果一棟大樓還是一個區域裡面 有少部分的人反對 那這個都更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哪裡 您知道嗎 就反對戶嘛 那您覺得這些誘因對反對戶來講是有效的嗎 有些有效有些沒效 那沒效的怎麼辦 所以我們還要有更進一步的配套措施在裡面來打 好 那我們來看過去啦 那個文靈諺嘛 文靈諺事件 您應該非常清楚 因為那時候您應該在草印嘛 我記得沒錯的話 民間團體一直在反對 那一直有很大的批判嘛 那在本席的這些爭議裡面 不管民間團體罵 還是大法官的解釋文 在709的解釋文也說違憲嘛 所以呢會覺得老屋都更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反對戶嘛 那因為這樣子的反對戶 還是因為民間團體的批判停擺嘛 似乎停擺嘛 那現在政黨輪替了 那以前民進黨的團體還是委員 都站在團體裡面去做反對嘛 那現在已經政黨輪替了 您覺得說所謂的基礎正義 跟都更之間的爭議如何去平息 您覺得說您站在以前也可能也是 民間團體非常關注的 雖然您現在已經不是民間團體的一個教授了 您或許現在也不是或許 您現在已經是內政部的一個可以去執行這件事 您覺得這件事要怎麼去處理 包委員釘子戶其實非常多種啦 那當然原則上我們當然會希望用更細緻更溫柔更柔軟 也更法治的角度 所以您覺得那三個誘因 還有加上您剛剛的細緻 法治就可以解決所謂的您剛剛談的釘子戶 就是反對戶 我想不是說完全解決的意思 而是說讓釘子戶能夠有機可循 知道怎麼樣來處理 而不是大家都懸在那邊 那最近您對於高雄事件跟台南 高雄的谷菜市場 還有台南的那個 那個南鐵 鐵路 那個東瑜 這個事件 您有什麼想法 您覺得這個 這就不算釘子戶嗎 這個就是必須要拆遷的嗎 我想所有的案子都會有它正當性公益性必要性的一些評估啦 所以說把各式各樣的實際的狀況拿出來才是真正的重點 好那您實際的狀況就是燕板要提出版本嘛 什麼時候會提出來 我們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下個會期會提出 哇為什麼要拖到那麼久 這已經 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親民黨就提了 為什麼我們燕板遲遲還要等到下個會期才能提呢 包吟就是因為過去的版本仍然不足以解決現在都更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讓它更完整的一個配套把它做好做完 是所以下一個會多久也不知道下個會期才會提 我們盡量在下個會期開議的時候盡可能把它送進來 好那我希望說您下一個會期提出來的案 真的我覺得已經民進黨已經執政了 必須要負責任 尤其是必須要真正的站在需求者的一個面向 那所謂基礎正義跟都更之間的爭議 一定要去做一個評許啦 那第二個 本席今天可能要跟次長您再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的新興行業 就是所謂的消防逃生的規定 那您有去過所謂的有玩過一個遊戲叫做密斯逃脫嗎 包吟沒有 這樣你看要怎樣 這在你在管的部分 你不能說沒有 其實密斯逃脫是一個狀況的 就是一個狀況模擬的一個遊戲 就是會有很多 現在在國內也非常的流行 就是很多年輕的 年輕人還是學生 不好意思我為了要執行 我也進去玩了 我也帶著我們的團隊 帶著很多朋友進去 看看這個 其實他們的玩法是 會把人關到 就是一個他們 就是模擬好的場議 包括說可能是地下室 可能是殲毅 可能是鬼屋 可能是實驗室 可能是城堡 那裡面還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道計 會有可能 那個大鎖啦 還是那個鎖扣把你扣起來 然後繩子把你綁起來 鏈子把你圈起來 然後呢你必須要團隊合作 去破解這些 不管是謎體也好 才能慢慢的解開 你進去每個人都綁在 不同的地方 在一間間翼裡面 綁在不同的地方 重點是 他的門還用密碼鎖起來 那為了更低增 他會有一些狀況計 會說現在火災了 現在地震了 現在是可能颱風 就是颱風來襲了 可能就停電了 那各種狀況計 更逼真了 他把你的手機 把你所有的東西都請你不要帶進 場意裡面鎖起來 那 你知道這樣子的狀況計 那萬一真的發生火災了 因為這個 目前我們年輕人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專心聽呢 因為萬一真的發生火災 還是所謂地震的時候 那玩家認為說 哇 這家葉子模擬得很逼真 所以呢也不會想要逃跑 繼續解他的鎖 那如何讓這些玩家 覺得說這是真的這是假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內政部必須要去了解的 那本席也有詢問過消防署 消防署說這不是他們管的 他說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不是他管的 不要發生危險的時候消防署這麼重 那詢問的時候我們要去了解 因為我是年輕人 我的小孩是年輕人 我的同學都是年輕人 他們都會去玩 我必須要很嚴重的告訴次長說 消防署不能說這個遊戲跟我們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 密斯陶說是消防等級 要看他的所謂的公司營業登記 這我要去問 那個經濟部塊的營業登記的等級是什麼 不是這樣說 那營建署可能也會跟我們說 這個我們營建署只負責蓋大樓 負責那個大樓裡面的樓梯的逃生門 不會負責密斯陶說這個新興行業的 的一個消防您有什麼看法嗎 我覺得說本習覺得您必須要 代表我們內政部出來協調吧 好報告人這個我會去請消防署還有營建署 我們再去了解實際的狀況 那該怎麼樣子跟 如果需要跟經濟部這邊再來做一些溝通 我們內政部會主動 那大概什麼時候 多久可以協調好 橫向協調好 因為玩家每天都在玩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好啊 那其實本習為什麼會問這個議題 因為我剛剛有強調我是年輕人 我站在政府的立場 站在立法委員的立場 我必須也要監督政府去做好這件事 站在玩家的立場 又站在家長的立場 我也擔心我們的孩子去玩 萬一發生危險的時候怎麼辦 我在這邊強調我們不是在打擊新興的行業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我們台灣有新的一個行業出來是好的 可是呢必須要告訴 政府單位必須要輔導這些團體 還是這些業職 如何讓他知道說法規的標準依序是什麼 然後他們的工作人員如果一到緊急的 那個要疏散人的時候 然後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部分 市長您說一個月齁 所以一國未來 這拜託市長一定要處理起來 好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Class委員執行 主席有請 主席有請市長 Class委員好 市長好辛苦了已經一整天了 那麼我們在政府部門或是在國會的殿堂 討論地價稅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正要討論的是土地正義 其實這是我們在這裡花了那麼大的精神討論 這個議題最大的背後的用意 那我想請問您 平均地權 它的意義是什麼 平均地權當然是可以 它可以省口號的 叫做規定地價 造價徵稅 造價收買 漲價歸功 或者是地盡其利 地利共享 所謂的八字增援 當然就概念上面 它是要讓土地或不動產的資源 能夠有效的利用 讓它資源所產生出來的利益 為全民所共享 這是平均地權的意義 您真的是專家 所以其實你非常驚訝的 也講出了其實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這的確是我們一直要追求的方向 不過這地價漲得合不合理 或地價漲了之後 它課徵的稅合不合理 或地價漲了之後 它如果對任何人有影響 到底是對哪一類的人有影響 那公告地價的漲幅 對持有多筆土地大面積的人 課的稅 跟只有一小筆土地 擁有一小間小公寓的人 那它又有怎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包括個人或是政府 要如何因應 其實這是今天我們在這裡 所要討論的 不過當然不免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在這一次包括很多媒體報導的 或是民眾所看到的 就是公告地價的漲幅好大 包括跟過去幾年比較 我們看到今年這個宜蘭縣的漲幅 達到了118 然後台中市38 桃園34.56等等 包括連這個花蓮縣 都漲了這個31.07% 那麼但是我們又看到說 公告地價調整之後 簡而言之 我們的自住戶 這個每戶平均 大概是增加404塊左右 那非自用住宅呢 也就是說我們增加了這一波之後 它收到的地價稅 平均起來大概是增加了4500多 大概是這個數字 但一看到這個趨勢的時候 尤其是看到這麼多 尤其是上百趴的這個數字 很多人就開始瞎子摸象 而且自行解讀 導致有部分的媒體 或是輿論很偏頗的解讀 或是不斷地傳遞 說新政府上來之後 什麼都亂了 甚至還要與民爭地 不知民間疾苦 所以我在這邊能不能 雖然您在上午的時候 您有說明 可是我們在這裡 非常希望您清楚的說 今年出現這個趨勢 到底是為什麼 而且是如何累計算出來的 OK 好 各位委員報告 當然正常的公告地價 每三年重新調整 它的做法當然是針對 過去三年的土地公告限制的 調幅的一個整併 來反映到這三年的地價 整個上漲幅度 反映在公告地價的調幅底下 那這樣的一個原則 本質上是每三年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在重新規定地價之前 都會開會有的一個共識 本來就是過去都是這樣做 但是當然也因為說 在過去十幾年來 房地產價格一路的上漲 那那個民怨 大概也到了前面這幾年 來到了高峰 所以說 地方政府在這個壓力底下 再加上說很多新政府 其實是在地方政府的新政府 在103年底上任嘛 所以說它也因為 有這種改革的這個背景 在這個新上任的首長身上 加上社會上的一個壓力和期待 於是當然就會反映的一個 這樣一個調幅的狀況 這樣子的調幅 過去的經驗就是民國80年 民國80年的平均公告地價的調幅 也超過三成 那甚至說 83年 86年 也分別還有兩成多到 將近兩成的調幅 它的背景都是 因為長期的房地價高漲 但是在高漲的過程底下 公告地價公告限制 並沒有同步去做調整 於是反而在景氣開始反轉之後 它才開始反映到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 所以當然這是過去制度上的一個缺憾 那也是因為地價的平易 過去對於估價專業 其實本質上不夠重視 於是乎就變成政治決定 那也因為這樣 在過去這十幾年來累積了很多 沒有反映到公告地價的一些壓力 那到了這一次 大概才會調整出這麼大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來自各地方政府的需求 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那麼在上午的時候呢 我們也聽到有部分的委員說 這一次長足 這一次的所謂的改革 或者是說調整 根本就是不顧社會經濟條件的 一個莽撞的決定 那麼您覺得呢 其實我相信地方政府在調整之前 也都做過詳細的評估 一般來講 剛剛您也提到 自用住宅的漲幅的 增加的稅額其實並不大 那一般平均而言 大概有一半的所有權人 他是屬於自用住宅 另外在一般土地的部分 我們會把它分為五級 第一級就是一般是小地主 那第一級的地主 大概也佔全部地主大概將近四成 那這個自用住宅的地主 加上第一級的一般土地的地主 合計起來大概九成 他們在這樣的調整之下 我了解的幾個縣市 幾乎他的低價稅的增額 增加的比例 平均數大概都會在一千塊錢上下而已 就低於一千塊 其實各地方政府首長 過去都曾經經過這樣的一個評估 所以說他才敢在那個情況下 他覺得調三成應該衝擊不大 這是我大概一年多前 我大概我了解地方政府 在調整的時候的一個狀況 次長您剛剛講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相信大部分的民眾會聽得懂 所以邊聽您講 我就邊覺得好可惜 好可惜的意思是說 我們來談一下民眾感受的問題 所以其實您剛剛講非常清楚 可是問題是這一波 政府有沒有清楚的告訴人民 這一波漲幅的消漲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導致民眾對政府的誤解 或是政府的存在呢 其實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 但是好像卻讓民眾誤解說 我們這個政府 卻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正式的請問您 一個技術性的請求 就是說內政部不願不願意 你們花更多的時間 或是媒體 或甚至有透過這個年輕人 習慣的這個臉書或社群團體 來製作一些很淺顯易懂的大補帖 其實這也是整個民主化的過程 今天不管這整個累計或是漲幅 他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其實民眾有權力清楚的知道 他再來評價今天內政部 或各地方政府的這樣的需求 到底合理或不合理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告訴民眾 現在政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另外一個也是民眾感受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 每三年就公告地價一次 所以其實可能有些民眾就會覺得說 這個漲幅好大 那我們國家的公告地價 是每三年公告一次 為什麼 因為其實民國43年 我們設定的這個平均地權條例 他就有講這個通過施行 可是到民國66年的時候 全面修正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個每三年 要公告一次地價 的這個數字 可是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是三年 一般來講 因為他是 我查了很多這個立法說明 他都沒有說為什麼是三年 就不知道誰押了一個數字 叫三年公告一次 因為財產稅 就國際上的慣例 他也不以經常性的調整 他是以安定為原則 財產稅本身 就持有稅 他是以安定為原則 所以三年調一次 基本上是 至少這三年 我要繳的稅額是確定的 那很多國家其實都是以三年 當作調整的一個過程 當然我們是因為說 房地價真的漲太快 短期內漲太多 所以他才累積出這樣一個壓力 否則的話 一般來講 正常的市況底下 三年 房地產的價格 本質上不應該 有大幅度的調整 那我稍早有聽您說 內政部目前也不排除 正在眼裡縮短這個公告 提價的年限 例如把三年改成兩年 每兩年公告一次 要時得延長之 從三年又變成兩年 如果回應您剛剛說的話 這又為什麼呢 當然這一方面也是 社會大眾的一個 對於這一次問題的一個反應 不管是不是社會大眾 連地方政府 大概都有這樣的一個意見 所以說我們在 平均年條例第14條 我們已經在 本部內政部的法規 已經法規委員會已經通過 就把這個每三年調整一次 必要時得延長的 這樣一個文字 改成每兩年調整一次 然後沒有把必要時得延長刪除 那我認為 如果台灣的整個地價 或是房地產的市場 它其實成長得非常快 雖然說過去這幾年 房市還蠻冷清的 但是如果因應台灣的特殊的需求 我一個建議您也可以參考 我認為是否可以考量改為一年 來縮短公告地價調整的頻率 每年調整一次 它是不是才可以適度的反應 整個社會經濟趨勢的變動 符合人民的感受 也才不會說三年調漲一次的 說大家嚇一跳 說這個條幅非常的高 覺得無力負擔 這是不是也是在技術性 可以兼顧這個公平正義 又是人民感受的一種 技術性的做法呢 您覺得呢 技術上不是做不到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重新公告土地限制 所以本來每年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要不要連公告地價每年跟著動 其實這確實還值得再討論 因為變成每年的不確定都要發生一次 那當然這背後就是要多跟社會溝通 當然反過來講是 我們的估價技術的那個專業度精確度 那就必須要再提升 我們在這一波聽到非常多來自這個地方的這個所謂的民怨 如果有的話 但是其實一個地價稅的政策的制定 它牽涉到的是中央還有地方政府互相的合作 那麼目前各地方政府在因應這一波的這個 這個稅制 或是說公告地價的漲幅 這個漲高的時候 那分別有一些這個因應的措施 例如我們看到 好比說新北它研議分歧或是延期繳納 桃園呢就說希望可以延你稅額打六折 明年八折 後年全額等等 台中也有高雄也有 但是偏偏我們看到花蓮 花蓮的縣長說現在景氣蕭條 縣政府也不願如此上漲 地價稅調漲是中央政府的規定 若不依規定 將影響中央統籌分配稅的補助款的額度 言下之意呢 就說這都是中央決定的 跟地方無關 您覺得呢 我想中央會有一些期待 但是最後的決定權當然還是在地方 最後的決定權在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中央跟地方政府都必須來回應 整個地價的改變 還有人民的需求 還有同時必須考量整體的社會經濟的情況 是 才可以共同研理出有效的地價的政策 是 對不對 那最後我要請問您的就是 您知不支持地價議員化的制度 希望可以改善目前一地多價的亂象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但是它必須要對整個稅制做配套的一個處理 如果說議員的話 以現在的狀況 它會變成我們的地價稅要 起步的往上漲好幾倍 因為如果跟公告地價合併的話 所以說它必須要搭配 估價是估價 稅計的認定要有另外的搭配的制度 所以說這部分我們會跟財政部 再做更仔細的研議 好的非常謝謝次長今天來回應 謝謝委員 謝謝 我們請下一位蔣萬安委員 我們蔣萬安委員講完就休息10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花次長 請花次長 蔣萬安委員好 次長好 今天原本我在我本委員會在審查預算 但是我想今天內政委員會排這個主題 關於地價稅調漲 以及政府後續的因應 因為我想媒體也都報導很多 尤其我自己在選區基層走的時候 民眾的反應非常的大 不只是反彈 而且是充滿了很多的抱怨 這一次調漲的幅度之大 造成民眾的負擔 其實非常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想前面很多委員 對於這一次價稅調漲 內政部辦的角色 以及為什麼這一次幅度之高 之大 也都提出了質詢 我想我在這邊 還是想要請教市長 這一次為什麼在 在調漲的這個幅度 這麼的大 整個程序的決策 到底內政部有沒有參與 或是給予任何的建議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公告地價的調整 當然考量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在估價基數規則裡面 都有明文規定 他在估價的一些原則和方法 那也因為說在過去這些年來 房地價確實大幅上漲 的這個環境下 但是長期以來 我們在公告地價的反應 確實相對的不足 特別是 例如說我們以六度為例的話 其實台中市的反應是最不足的 所以台中市這一次的調幅 也是六度最大的 那因為他之前的這個調幅不足 那再加上說 我剛剛也在跟其他委員報告也提到 因為103年年底 新的首長選完很多新首長上任 他也有很多改革的一些 的自我期許 加上社會的一些相對的一個 對於房地產市場 調節的一些期待 那再當然也加上說 長期以來公告地價的調幅相對的不足的壓力 所以當然累積的地方政府 擁有這樣的一種自我的期待或自我的要求 當然也不諱言的 每三年在調整公告地價的時候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會開會 來討論這個公告地價如何來反應 那一般都會有同樣的決議 就是希望能夠反映過去三年 公告土地限制的調幅 反映到三年後的公告地價的調整 那當然這個是在去年的8月 內政部確實有召集 縣市政府來開這個會 抱歉打斷 因為有時間有限 所以次長你剛剛提到 中央跟地方的確是有事前開會 所以內政部的確事前應該有掌握嘛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這一次縣市政府 他們在開評議會議的時候 根據內政部88年的一個函事 所謂的五項的原則來考量 其中這五項當然包括了 土地限制 潛測公告地價等等 最重要有兩項 要考量當時這時候的一個社會經濟狀況 以及民眾負擔的能力 在報告裡面也都講 可是內政部你身為主管單位 有沒有考量民眾的薪資所得 其實倒退了17年 而且經濟的呈現是停滯的狀態 而且不動產的市場也是窒息的狀況 在這樣子一個時機點上面 而且可以預見條幅的這個漲幅是超過30%的情形 為什麼在事前都沒有對這樣一個產生這麼大衝擊 有一個評估 跟民眾做充分的溝通 現在看到的都是事後的一些補救方法 包括各縣市政府他們展延或是分歧 可是這些民眾是無感的 只是把問題往後拖延 所以我想通編報告 其實我沒有看到很具體 政府尤其內政部提出任何補救的措施 我想剛剛次長在回答前一位委員的質詢也提到 對於自用住宅 你們的評估大概是1000塊上下嗎 增加的金額大概在1000塊以下 以下 好 我告訴次長 就以台北市 因為我選去台北市 台北市有些區 自用住宅的地價稅 包括當然 我們看公寓或是透天處來講 公寓 他的地價稅 以松山區來講 自用住宅7200多 相較於前一年 就漲了1800 大安區漲了3100多 我想可能次長都有這些數據 更不用說我的選區 中山區透天處 漲5000多塊錢 我想政府在做任何政策的推出 尤其在預見 可能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調幅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考量到民眾 他的一個負擔能力 所以才會在政策推出之後 造成如此大的民怨 所以很多人說這次的地價稅調漲 相當於 油電雙漲 可以比你油電雙漲 民眾怨聲載道 市長你怎麼看 我想他跟油電雙漲的差異還是在 油電雙漲直接反映在物價 特別是民生物價 所以說對於真正弱勢的人 他是直接衝擊 但是地價稅的調整 基本上他是對於有房屋的人 有房地產的人 他才會有影響 倒不是說對於真正最弱勢的人 他的衝擊是直接的 當然您剛剛提到台北市的部分 那也因為說 他大概都會在位在比較 兼華區的自用住宅 所以他本來他的市價 可能就是幾千萬 甚至上億 所以說他才會 自用住宅的稅 會增加那麼多 所以白市長我想說的是 其實並不是很高 在這邊 你一再強調說 自用住宅漲一千以下 其實只是呈現了部分的事實 並沒有全面的呈現 所有各地方的一個真實的狀況 所以我想不要隱瞞部分的事實 我們在立法院委員會報告 你應該把各地不同的情況都要呈現出來 民眾的負擔其實是非常的重 我想具體的一些建議啦 我相信其他委員有提出來 就是說在這一次的條幅 大概平均30%以上 我們有沒有可能 由財政部統一規劃 分期分年來反映這個條幅的狀況 比如說第一年 我們的漲幅打6折 第二年打8折 第三年再照全額計算 這樣子做法可行嗎 各位委員報告 這樣子的做法 大概在民國76年 其實7年的時候曾經發生 曾經做過 但是那個時候的公共地價條幅 是3到4倍 而不是30% 在那個背景下 曾經有過這樣的因應作為 但是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民國80年 全國公共地價的條幅 也超過30% 但是並沒有 類似像這樣的作為 不過也沒有像這一次造成這麼大的民怨 考量到這個時候的經濟的狀況 民眾負擔的能力 薪資所得倒退17年 整個房地產市場停滯 經濟狀況是窒息的情形 我希望內部能夠好好的考量 我想任何狀況都不可能相同 但是也不可能像這一次造成民眾這麼大的抱怨 財政部應該已經提出相當多的一個因應的作為 我們也會尊重他們的做法 好 抱歉最後我再耽誤一點時間喔 其實我這一次來質詢的重點 除了因為這次公共地價調漲造成地價稅也提高 更重要在報告裡面也提到 對於公有土地出租金 地上權設定的權利金也聯動調漲 是不是可以請國產署的編副署長 江委員你好 編副署長你好 其實在我選區喔 已經有非常多的民眾來反應喔 因為這個公共地價調漲 他們因為是這些承租戶 承租這個地上權 所以他們的租金 所謂的權利金 也跟著大幅的調高 所以造成他們的負擔非常重 為什麼 基本上他們是相較於比較經濟弱勢的 也就是說 這些都是國產署 國有的非公共土地 當時是由建設公司 來這個承租這個地上權 然後再將這個建物出售給這些住戶 當住戶寄售之後也要 大概每半年 繳一次這個租金 那因為這個租金的計算 跟這個公共地價是聯動 所以他們負擔的這個租金 也跟著加重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跟我反應 沒辦法承受 所以這一部分 我不知道編副署長 有沒有任何補救的方法 跟蔣委員報告 我想 我們招標設定地上權的這個部分 在 其實在今年9月22日 我們修正我們要點之前 因為那個 我們招標的時候是包含兩部分 一個是權利金 第二個就是地租 其實 地租是高的話 相對來講 它的權利金會低 所以在招標的時候 它兩個條件是 包括這兩個部分 那之前的話 我們那個地租的部分 都是隨著公告地價的調整 而調整 那當然說 各界有反映說 這個 在投標的時候 可能對後續 尤其是因為今年的公告地價 調整幅度 比較大 所以他們就是一些反應說 這個 對以後 這個地租受到公告地價調整的 因素的風險 過大 沒辦法做充分的掌控的時候 所以要求我們修改 我們目前的規定 那目前我們規定已經修正了 那修正就是有關地租的部分 就是有 假設我們現在是定那個3.5%的話 其中的1.2%是 隨著公告地價的調整而調整 另外的2.3%就是按照 它得標當時 跟我們簽約地上年契約 當期的公告地價來計收 那個部分 即使你後續70點都不調整 這個機制我們已經修訂了 很好 所以謝謝 我知道這個政策 就是部分脫鉤的政策 我知道9月份提出來 那我想也很高興聽到 國產署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正 從善如流 也是聽到民眾的一個聲音 但是這個政策9月份提出來 這個所謂部分固定部分浮動 我知道這個政策 也就是部分固定 照當年的一個公告地價 來計算 那部分呢是由 還是照逐年來調整 的確 希望能夠做到部分脫鉤 也就是讓租金 也就是權利金跟公告地價 能夠達到部分的脫鉤 不要全然的聯動 但是我想 這一次真正受到衝擊的 還是沒有解決 我相信這個是好的政策 願意做一些調整 當然在9月份 是不是已經施行了 這個新的制度已經施行了 好 施行的成效怎麼樣 那個我們禮拜一才開標 但是可能受到整個市場景氣的問題 沒有人來投標 好所以 成效顯然當然短期看不出來 我知道當初最很好的利益 第一個 當然是希望減少這50年到70年地上權 這個 這麼長的一個期間 造成租金的一個翻漲 第二個 希望能夠提高投資人投資的意願 那當然短期還看不出來 現在是投標還沒有任何一個案件 成功 那我想 關鍵在於說 那對於今年1月1號 提高的 調漲的是公道地價 受影響的承租戶 國產署有沒有任何的補救方法 其實我們定義這個新的 改變那個規定以後 可能有人認為說 可不可以塑集啊 其實 因為這個我們 我們招標設定上 就是完全公開競標的制度 那公開競標相關的 條件內容都定得非常清楚 那來投標者應該是充分評估 他的條件 他才會來 假設我們的塑集 其實我們知道目前是沒有法律 對我想 就法的安定性來講 沒有說需要來塑集 但至少對於這一次 已經受影響的這些承租戶來說 不管是任務或是國產署 你們有沒有討論 對他們有沒有一些方案 比如說 剛剛講的分歧 來慢慢調漲 不要一次租金調漲到這麼高 或者是說 可能做一些調整 有沒有想過 因為你們已經知道 這次條漲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你們從善如聊 九月份修改了你們做一些辦法 我想這是很好 但是對於今年這些受影響的部分的承租戶 應該要想辦法給他們一些補救 不然的話他們是很無辜啊 承受這樣的一個大幅度的調漲 變成他們每半年繳一次的這個租金 也跟著提高 真正痛的是他們這些 比較經濟弱勢的承租戶 所以我想 國產署應該要想辦法給他們一些相關的補救 好不好 我們再聯繫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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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那個 講得那麼多 我會想想 你那個怎麼改 那個是一樣 一樣 一樣 他說 所以 我看台中部內政部 授權 我可以授權 那為甚麼 我會想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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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我們現在會來一種 因為現在反應的大家都會極限 但是你們做我都不反對 為什麼呢 明天年度我給你安心決定就知道了 其實只有被罵了就 我給你感謝我給你教一把 政治的理念就知道了 你們盡量說 你現在我如果再這樣的話 從聯絡進來 你減不減 你的重要不要擔心 兩個都在推伍 做錢給地方看你怎麼樣 你要減還是要延遲 腳趕的問題 我們事務所謂 腳趕的問題 腳趕的問題 他一定可以超過事務暫時 他分析跟延遲進去 他已經超過了 那現在是說自訴 那是個優惠稅 那因為優惠稅令申請 其實我們這次來 一舉辦他就結束 但是我們已經也長了 三個三十次 其實上次都民眾都進來 都現在已經賣了 所以我們是想說 還有點賣 是不是叫我們這個賣 好好我們請各地方 都積極地去選擇 既然有什麼外表 都已經進去 志願還有選擇 出事 人生想有什麼 飲食 有什麼 分析 都在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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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右上 我們在前期的時候 不僵俱的時候就有辦法 但是不要推到平常 我去教會先去 那個誰啊 因為 你說這邊期限到什麼 他那個不是因為 腳下限到是月三十號 因為過期就預期了 你現在不預期啊 你現在可以允許嗎 他有規定但是他是有各些人公告 他們只限了 他們已經公告 而且這個稅款腳下限上面的 明定就是要寫 所以他們是可以違反 對 還是你 對 還腳跟三期都沒問題 對 還腳跟三期都沒問題 所以你現在沒有 我再您 請問 你 我去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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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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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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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感谢观看 我们会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我们 不小的 我们 我們會建立一些更完整的配套過程 要是我 我會去說服所有執行市長 是 75person同意 就直接執行 25人不同意 設一個專責法庭 或是一個認證的之後開過幾次會 就強制下去執行 因為個人為了個人的利益 但是萬一大地震來的時候怎麼辦 是 皇子倒了死了誰都不認帳 誰就認誰就倒霉 我們中國有良心力點 不能為了一個人 讓99人在外面泡泡流浪那麼久 這都是你們以前 你們執政黨造成的 國民黨還有連良心 你們一直在炒這個運動 我看你等一下你說你有去反對 但是我看你帶著恐嚇反對 不是像以前這樣衝啊衝啊 台灣人的衝 您剛提的這些處理方案我們也正在評估當中啦 好啦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跟你談過的話 有開闊的一個心胸 啊真的不要被左右道 台灣好不要再運用那些 亂七八糟的團體 為什麼現在人都不見 反核是多厲害 核在的十分之都不見了 這是很疲愛的事情啊 你有台灣幾個亂七 還有一點 你們的容積獎勵裡面 會不會放寬 啊姚文治委員他要選台北市長喔 你回去報告你們柯爾市長啊 他說要上天 跟天界地 往上發展 你覺得怎麼樣 還是你們協責派永遠都反對 合理的放寬 這個方向我們會 我跟你講 那老舊社區 啊那個要把他空間弄得好好 是 好不好 是 啊在這一點 我仍然要強調 你們天天跟我講土地轉型爭議 什麼爭議我實在聽不下去 台灣只有六都才有轉型爭議 那 我有兩個問題要跟你討論 你這個都市更新 除了六都 回六都的時候 我們要去土地 就都市計劃要變更一下 齁 非常困難 什麼人口減少 我們人口不夠 沒有什麼績效在 你管我那麼多 我旁邊土地那麼大 給我往高一點哪裡不想 怎麼只有六都的人是 空間的還是報應的 他們的名字跟家族 我們六都的是沒有價值嗎 你們從來這裡面都沒有談到六 欸 談到我們啦 非六都的問題在 我有話跟你講喔 我這個人是軟軟的喔 你這個六都不夠 我非六都的其他的縣市裡面 都更比六都還要好的話 讓我們鄉下的地方 也要改變的時候 不然你放寬 我們都市的面積 你給他再 多了二十percent 三十percent 然後台北市 台東市 桃園市 把農地都用來 四地藏化 叫我們農 你們都市的農地減少 叫我們非六都的種菜 種到種菜來給你們吃 你也比較有用心的 還不能漲價咧 喔喔 你真是天之礁石啊 我了解委員的意思 我告訴你 告訴你老實說 其實我看了很多案件 只有我敢去頂他 如果我是務實的人 所以最後一句話 都更 贊成 拿出務實 是 要我肩膀擋起來 是 不要微微手手 要支持這個大的計畫去完成 雖然我現在是在野黨 但是以前 從 李鴻變部長 我們也是講的 包括公共設施保留地 的解篇是我講了三年 講了18次 他嚇到了 才去改的 李鴻軍 對啦 對啦 因為他沒有做 有時候被做 李鴻軍部長的時候 李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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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來你就要鬧 你看到我這邊 你 你時間到了 好啦 我時間到了 我們 仔細沒有站起來 你也體諒我在那邊做了很久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我 不希望只有照顧六都 瞭解 你們是自在問題啊 我們鄉下的問題還很多啊 你們都不重視說我們票少嗎 你們的真意是這樣的真意嗎 欸 處長 好像我講話比大大聲 你只有點頭而已啊 好 再問一個問題 都說一瓶換一瓶 你能不能做到 一瓶換一瓶一定是看條件 但是我們絕對會讓他的容積 至少可以一瓶蓋到 蓋回一瓶 這個部分是 方向上是朝這個方向 好一點 公共設施保留地 你們副地 你們在容積 crust 你們在容積獎 獎禮裡面 我希望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 被一個容積移展轉過去 不要向台北市 他說� cabinets 就又沒有遭到牠 然後用瓶揄 要你缺進來我 reel 這個DQ 北施 所以貴委最先進的台北市 我覺得這個都要去研討 你在都庚裡面 把公共設施保留地也順便把它去解決掉 可以得到很多的效益在考量一下 這整個問題都在底啊 公保地我們還是會另外來處理 李部長我當時跟他建議 他把學校工業沒有徵收的地方全部把它解篇掉 因為我在鄉下我長大很痛苦 都市人都不曉得我們鄉下人的痛苦 他認為他的享受是應該的 所以你們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都考量一下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會聽下去 好 謝謝 我們請下一位邱志偉 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委員不在 我們請下一位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不在 我們請下一位劉士偉委員 劉士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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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士偉委員不在 我們請下一位蔡毅委員 請市長 請市長 市長好 市長好 我想我想今天一整天 很多委員都在針對這一次的 地價稅的一個上漲 也不是上漲 調整 調整地價 那當然對於都市地區 那在一些持有土地的 因為 因為 調漲地價後 確實是 有增加了他應該要付出的 他要負擔的一個地價稅 那 我想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跟市長來討論 就是說我們現在 這個關於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的 是千分之二 那可是我們在設定 這個 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的 資格的 限制的話 他是規定是 本人或配偶 直系親屬 辦郡戶籍登記 是 所以在這一個 這樣的一個 設定戶籍的一個規定 那所以他限於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 受扶養親屬 限一處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個家庭 他可以自用住宅的話 夫妻 他們只有一個人 可以自用住宅的地價稅分之二 沒有錯吧 現在的規定是這樣 現在的規定是這樣 但是在房屋稅的部分 房屋稅是 稅率是1.2% 他是 他的一個戶數的限制是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限三戶 是 所以 這兩個規定 又不一樣 就變成說房屋稅的部分 我 一個家庭 我可以跟 我可以本人跟配偶 還有我一個未成年子女 我可以有三個自用住宅的房屋稅 他叫做自住房屋 他不是自用 還是自住 名稱上不大一樣 但是意義上是雷同 意義上是雷同 叫做自住房屋 對 可是你在地價稅的時候 自用住宅是限一處 是 有這個味道在 沒有錯 對啊 那我們現在又面臨這個少子化 然後我們鼓勵生育 那這樣懲罰 我一定是鼓勵他們未婚生育這樣嗎 這個我們會檢討 我想我會跟財政部一起來檢討這個問題 對啊 因為我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就是說 我希望用另外一個層次來思考 這一次我們調漲地價稅 基本上我是贊成 而且我認為說這一次的調漲 我們不能再妥協 因為如果你妥協的話 你對於很多 真正他們想要去買房子的人 對於現在的這一些年輕人去買房子是不利的 因為我們台灣的不動產都被少數人過度集中 他持有太多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這一次我們面臨到這個調漲地價稅的時候 是一個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可是我是鼓勵我們內政部 我們一定要堅持過去 謝謝委員 對 但是在於這個自用住宅地下稅的部分 我希望我們內政部可以跟財政部再來討論 到底怎樣是符合公平的 那不要說以我剛剛講的這個懲罰婚姻的這個狀況 市長可以提出可以主動就邀請大家提出檢討嗎 可以可以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很正面的 而且對於這個 在這一波地價稅調漲的時候 是可以比較正面的一個方向 我們不要每次遇到問題就說 好吧那我再給你打個六折 我給你打個七折 我覺得這樣都這樣反而不是 只是把問題言後異 事實上它本質問題還是在啊 對 好那就這樣就好 謝謝委員 謝謝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則外 其已經與發言完畢 尋打結束 那個委員陳一傑林俊憲江永昌林彥秀 許怡政會趙天林 首提市面執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令以市面答覆 本日會議委員首提執行位級答覆部分 也請令以市面答覆 那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令定期繼續審查 現在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共兩案請先讀 委員黃昭順等三人提出臨時提案 本院黃委員昭順等三人針對地價稅房屋稅飆漲 不但讓人民劇烈恐慌更造成物價飆漲等 嚴重侵害國人生計等情形 而土地稅房屋稅有重複課徵之嫌 且有違法違憲之疑 原此提案要求內政部 作為全國土地管理主管機關 應研議妥適房地稅平緩調漲計畫 供各縣市參照執行 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在調漲方式計畫完成前 應暫停全國相關稅率之調漲 以求公平和緩減少物價衝擊 又針對目前地價稅之開增情形 雖以緊急展延優惠稅率之申請期限 仍有數百萬戶民眾未能及時獲取資訊 原建請內政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 再展延申請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 並加強宣導 委員張立善等四人提出臨時提案 有鑒於今年適逢三年一次的地價調整年度 全台各縣市地價稅平均漲幅高達三成 是1994年以來最大調幅 引發民眾強烈不滿 許多人認為地價稅暴漲難以負擔 目前已自用住宅客徵的只有300萬戶 但政府評估應該有800萬戶自用住宅住戶 可見有500萬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權益 在地價稅開增前 財政部沒有加強宣導導致民眾收到稅單時 稅額至少是5倍差距引起民怨 雖然財政部已緊急展延30天至11月30日止 但仍有數百萬戶民眾不知道適用優惠稅率之申請 以展延或未能及時申請 導致權益受損 原見景內政部財政部共同延商 因放寬自用住宅優惠稅率之申請 至年底12月31日止 並加強宣導 以免民眾權益受損 是否有當盡情公爵 我們請問 我們內政部關於防災事務委員的臨時提案 有沒有什麼看法是修正的 我改為修正的是不是 修正黏起來 修正黏起來都說好了 修正黏起來都說好 好不然跟你騙 他們董事就好了 你們看過了 可以 照修正黏 好再練一步 再練 練練一邊 臨時提案 第一案的第五行 修正為 作為全國土地主管機關 應積極與財政部進行 地價稅制度之檢討 修正為 原建請財政部與內政部評估再展延申請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之可行性 請 临时提案第一案修正为针对地价税房屋税飙涨不但让人民剧烈恐慌 更造成物价飙涨等严重侵害国人生计等行刑 而土地税房屋税有重复课征之嫌且有违法违宪之谊 原此提案要求内政部作为全国土地主管机关 应积极与财政部进行地价税制度之检讨 并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 又针对目前地价税之开征情形 虽以紧急展延优惠税率之申请期限 仍有数百万户民众未能及时获取资讯 原建请财政部与内政部评估再展延申请期限 临时提案第二案修正墨三行文字 原建请内政部与财政部评估再展延申请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之可行性 签读完毕 有没有意见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那个张立善的委员临时提案修正通过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好 我们10月24日星期四明天上午9时继续开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呀 3 没事 你要放进去 要itution 謝謝 抱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